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要付出去的钱能够合理合法把它降到最低 那么每一个人最大的一笔负债可能就是自己的不动产了 贷款现在达到了历史的新低 今天我们就请Charles来告诉我们 如何聪明的把自己的mortgage降低利率是吧 是OK 好 观众朋友你们好 主持人周伦你好 GMCC万通贷款是一家审核自行贩款的贷款银行 我们在湾区的话从2005年开始已经十多年了 那么我们在南北加州一共有9个branch 我们主要就是说为加州房地产贷款行业服务 那么刚才周伦你又谈到我们怎么样 你讲到房屋的贷款可能是 我们通常来讲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不动产的投资了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讲30年来这个利息是超最低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公司非常自忙 很多的人来申请做refinancing重新贷款非常之好 那就打个比例吧 如果你有50万的贷款 如果你目前的利息是3.5的话 30年我讲的30年固定 那么如果你可以降到2.75的话 你差不多一月能省到200块钱 这个200块钱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对不对 我算一下一个月可以省200块钱 不过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再看一下 你目前的这个自己的债务 你比方说如果在五六年前的话 first time home buyer他们有买一个房子的话 或者其他你要买一个任何一个房子的话 他没有20%的投款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他们可能会做一个叫AD1010 这个是一个行话 AD1010就是说80%的贷款 另外他自己有10%的这个down payment 或者是少于10%的down payment 之后他会借一个second loan 或者是这个HELAP 这个禁止的贷款 那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买到一个房子了 那当然的话呢 这个禁止贷款的话呢 在买房子的是帮到他们了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呢 因为禁止贷款用的是prime rate 这个prime rate的话 现在是3.25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这个prime rate的话 他是跟这个联邦储备费的这个每次开会 一年差不多开4到5次会嘛 他们这个开会之后 他们决定涨是1比1的涨幅 如果他说涨0.25 那你这个prime rate就涨0.25了 那在过去年当中的话呢 去年一年前这个prime rate都已经5.25了 OK 所以的话呢 这个利息的话呢 是浮动的 它会涨上去的会涨得很快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们有这个禁止贷款的话 你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loan 把它重新贷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禁止贷款的这个利息 从高的换成比较低的 并且从浮动的换成固定的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样的话另外呢 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交的利息啊 你在这个房屋贷款的利息 你还可以抵税嘛 所以的话你要把抵税的钱 加进去的话呢 所以你的cost of your money 会变得非常之低 那么另外的话 你也可以看看 你有什么一些这个critic card这个贷啊 因为critic card这个interest rate都是很高的 这个prime plus 10 差不多都15%以上 还有一些这个consumer的一些贷款 你买家具的付的这个贷款 这些short term 这些利息都会很高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通常recommend我们的客人呢 把这些高利息的浮动的贷款 把它放在一起 一起从房子里面贷款出来 把它还清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取到其他最大的maximize 你的这个省钱的目的 就是说也可以把其他高一点利息的 通通用低一点的利息来把它包括在里面 先把它还掉 这样子就是省钱另外的一个秘诀了 那么做refinance charts 每六个月都可以做一次 所以即使是在2019年年底之前做过重贷的人 现在都可以有机会再重贷了 是不是这样子的道理 对的那当然要看一下 如果你的利息有差 如果差0.5啊 这个应该可以做了 我们GMCC OneTone贷款的话呢 推出的这个贷款的计划 基本上都是没有不要付这个closing cost 是 那么据我所知道 在业界行间有一些mortgage的公司 他们有规定有限制 每一天只可以锁定多少个贷款的 那在GMCC就没有这个限制 为什么你们能够比别的这种mort broker 要有更优厚的条件呢 因为这样我们可能 我在想的话呢 可能是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政策下来 可能是人员不足的问题吧 那我们的GMCC 贷款的话 我们人员非常之充足 所以的话呢 我们没有限制 这个我们的贷款专员 你要锁多少弄每一天都可以 哦 原来如此 其实要找贷款呢 真的是要找一个resource非常多的公司 那么GMCC在南北加州 一共有9家分行 并且现在扩大营业 广招天下的精英 所以想要找一个自己的事业的 高薪水的第二春的话 也请跟GMCC来联络 好 那您预测 今年下半年的利息 还是会在低点吗 对呀 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就是COVID-19 另外的话就是一个大选 所以说有这两件事情在这边的话呢 利息上升的机会就不高了 那您觉得2021年的利率 还是会低吗 这个看不到 能够顾到今年2020 就已经很好了 对吧 是的 对 所以现在利率实在是达到历史的新低 您一定要想一想 把自己的财利一理 把mortgage降低 把high interest的一些东西program 也把它包括在这个低利息的贷款中间 GMCC的Charles Zhao 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 我们非常感谢你Charles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关注朋友 我们第二段的访谈结束 之后还有一个访谈 非常精彩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就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